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在今年9月起实施 旅游业监管局作为法定机构 接管向旅行代理商发出牌照 以及向导游和领队发证的职能 也会负责管理旅游业赔偿基金等工作 早在80年代香港人已经很喜欢出外旅游 但不时都有市民投诉旅行社行情货不对版 甚至出现旅行社突然倒闭的情况 政府于是就制定法例保障旅客的权益 回顾当年的报道 能够有机会趁着假期出外旅游 书展身心实在是一大乐视 本港人士在过去三年 每年出外旅游的数目 不计中国及澳门在内 都已经有110多万 在消费方面更是数以亿元计 这些旅游人士究竟有多少是光顾旅行社的呢 数目虽然是难以估计 但相信应该是占了大比数 而由旅行社安排行程 其中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在84年投诉旅行社事件就有1,169宗 85年增加到1,495宗 多了三成有多 其中就以农历新春期间旅游旺季之后投诉最多 今年也无例外 但最严重的还是半岛游览公司突然倒闭的事件 2,000人因而受到损失 牵涉的款项更是达到港币1,500万元之巨 实为同类事件近年来牵涉人数及款项最大的一宗 这种事件更令到刚刚在今年2月1日 执行的旅行代理商条例的效用受到质疑 经过多年研讨 旅行代理商条例终于在本年2月1日开始实施 新例规定 经营旅行代理业务必须持有 由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发出的牌照 未获法牌就不可营业 为例者可以被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 直到本月17日为止 申请牌照的旅行社有1,007间 其中有925间已经获得发牌 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在发牌给一间公司之前 会详细审核有关资料及会见申请人 所考虑的条件包括申请人过往有没有案底 或者不良的经营记录 以及有没有独立或长期租约的写字楼等等 申请人更要缴付初步申请费300元 如果获得发牌就要是每年矫交牌照费3000元 以及一次过矫交2500元作为保障基金 以赔偿因任何旅行社倒闭或停止营业 而受到损失的旅行团团圆 不过有些旅游同业就批评新例仍然有问题 例如里面并没有规定一间旅行社的最低资本额是多少 而中央赔偿基金现时只有200多万是不足够 其实中央赔偿基金就算是足够 也只是保障受旅行社倒闭停业影响的旅行团团圆 而并非是赔给投诉货不对版的消费者 如果认为货不对版 消费者仍然是要通过小额前债法庭向旅行社刹上 可以去旅行吃喝玩乐是一大乐事 现今世代不少人都喜欢自由行 自己买机票订酒店 行情可以自由和灵魂一些 而自从政府放宽入境检疫措施之后 也都吸引部分的市民外游 而在80年代 不少市民外游都会选择捕旅行团 但是经常就有团友投诉行情货不对版 甚至有旅行社突然倒闭的情况 原来当中与旅行社的经营方式有关 当时有团体就建议设立赔偿基金以保障旅客 回顾当时的报道 最近就有旅游业团体建议一个暂名为旅游印花费的计划 今次建议的旅游印花费计划是怎样的 这个计划是旅游置冊次先印给市担 而一般旅行社就先给它购买市担 而有消费者出外旅游或者购买机票那时候 就要给多千分之一的作为市担费 换言之它是参加一千元的团 就是给一元的市担费 那就是连累在收据上面 那就是拨落赔偿基金将来赔偿给消费者 我相信这个会影响到将来这个注册处的支出 肯定旅行社是要交多些的牌费 然后才可以支付这个管理的工作 我相信长远来说应该对旅客的影响不会好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旅行社时常出现各种问题 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或者现在我们简略去看一下旅行社的运作 以及资金的运用方法 理论上旅行社主要是靠顾客支付的旅费 作为经营资本 在出发前两个星期 人客应该已经是将全部的旅费付清 旅行社就要替人客订购机票 机票通常于出发前一个星期发出 由于是团体廉价票的关系 所以是没得资账 而要是即时付款清费 外地的旅游代理公司 也都会向旅行社拿钱 预订旅游车以及酒店 不过在飞旺季的期间 为了争生意 外地的旅游代理公司 会给部分关系良好的旅行社 30日的时间资账 即是团到之后30日前前结束 所以这些旅行社就要过半月的时间 可以运用顾客的旅费作为周转资金 而由于办旅游 获利其实并不丰厚 于是就有旅行社是利用这些钱 做其他的生意 当然单以利润作其他长线投资 是健康的 但如果先使未来前 用顾客的旅费去作投注息 做投机的生意 一旦失败就会搞到资金周转不灵 这个时候 如果消息传出 那些行家和外地的旅游代理商 很多时就会一起停止资账 而实行逼仓 即是要求即时清费 才提供服务 曾经发生过一些情形 如果他们向旅行社收不到钱的话 甚至会扣留旅游团团员的证件强迫付款 于是本来 业务并非这么失败的旅行社 也都因而搞到要即时倒闭 负责人需要走路的 自从政府宣布取消入境人士 要到酒店隔离的措施 加上不少国家陆续开关 吸引很多港人急不及待出外旅行 在80年代 香港兴起一阵到内地旅游的热潮 由于团费相宜 旅游点选择多 一浅受到不少的香港人欢迎 不过又参加内地旅行团的市民 就遇过行程表 和实际行程货不对版的情况 消费者委员会在近三四年来 接到的旅游投诉 以地区计计 中国是占了一半以上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有八成的旅游投诉 是关于中国线的 张太曾经在非旺季期间 参加北京旅行团 她在食、住和旅游节目方面 都不太满意 她的行程表说 我们会住在华都酒店 或者是同级的酒店 但实际上 他们就给了我们去 市郊的一间平房屋屋住 浴室的设施 它有冷月水 但冷水和热水不能够混合 很难使用 她就把这个行程 和我们香港所得的行程表 可以说减了一半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有两个海南岛旅行团 返港之后 投诉游览地点减少了 住的房间设备减漏 饭菜又冰冷 而且吃不饱 另外一个桂林旅行团 也有相似的投诉 要求赔偿 一位旅游业人士指出 旺季时中国旅游出现问题的贞见 而国内因为 因为管理阶屋的组织 还不是那么完善 可能一个单位里面有很多经理 每个经理都有权去接纳旅行团 他们内部的沟通不够 到最后的时间 要安排一些东西才发现收得太多 而手上的设施不够 香港中国旅行社方面 就有以下的解释 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 有时候一方面 可能旅行社本身接的客人 就超了计划 你超了计划 去到的时候 就跟原来的预算有了距离 而另外一方面 里面来说 它作为一个接待的能力 假如我可以接待一千人 但一般来说 一千人来说 你如果做的计划 你不一定说我接一千人 当然有个比较松动的余地 好像你说我要接到一千二或者一千三 谁知道就刚刚所有的客人 他都收齊收到终 收到齐 去到的时候 就超了计划 另外一个造成投诉的原因 是香港人的要求问题 已经发展的旅游区 当然可以提供高水准的服务 但是落后地区的旅客服务 就可能未能够达到香港人的要求 这些就需要时间去改进 政府在9月底宣布 实施零加三入境检疫安排 取消检疫酒店隔离措施 不消息公布之后 很多人即时上网搜救机票 有航空公司的网站 一度出现大塞车 跟现在一般会在网上购买电子机票的年代就很不同 在80年代 市民通常都会透过旅行社购买实体机票 但是机票的种类就未必人人都懂得分 其实机票的类别有很多种 而且是与售价有关联 越是平价的机票 它附带的限制条款就越多 这些限制条款都会是印明在机票的上面 旅游人士就应该小心看清楚了 例如这一张就是不可以转换航空公司 不可以更改行程 以及不可以退款的机票 又或者是这一张 印明只可以在出票的地方申请退款 此外要知道自己机位是不是已经订好了 就要注意机票上面订位状况的一栏 有OK字样的当然就是没问题 但是假若是英文字rpu的话 这个即是request的简写 即是跟你在取位 未能够确定有没有的 通常你光顾的航空公司 在香港没有办事住的话 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如果是写上WL 即是英文waiting list的简写 那旅客就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这种是后保机位 要有人退出你才可以补上 另外很多时候会发生争执的 都是一些最便宜的团体包机机票 这种机票是要旅客去到机场 凭这个旅游章才可以领取得到 而且限制多多 假若旅客是有计划日后离团独自返香港的话 就很多时候会出现问题了 那些机位首先是派给那些 握着全机票的客户 接着才是给那些 握着特别团体飞机票的客户座 所以通常很多问题发生在旺季的时候 就是那些客户留后的时候 拿不到飞机位回来 但是个别留后的时候 这些旅行社多数以个别情形和他们安排 多数应该一间负责的旅行社 应该预早提醒旅客 自己留后回来 不会100%保证拿到飞机位 假若旅客真的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最好就是多预几个日子出来作为选择 另外如果你不是参加旅行团 而自己买机票去玩的话 最好就考虑一下帮衬的旅行社 是不是自己拥有机票 不需要经第三者 以及可以利用电脑定位 不过对于较平价的机票 又是不是一定都可以用电脑定位呢 有一些可以的 例如你去香港来回英国的平价机票 是可以用电脑定位的 去美国西岸 甚至东岸有些大的城市是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起2020年新型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全球各地不少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实行封关 令不少预定了行程的旅客要取消又或者缩短行程 这个时候如果旅客有预先购买适合的旅游保险 或者可以获得保险公司赔偿有关的损失 其实购买合适的旅游保险 除了可以保障行程变动引致的损失之外 万一行程当中遇上意外又或者是伤病 都有可能获得赔偿 回顾80年代会主动为旅客 购买旅游保险的旅行社只占了少数 旅行社立即通知团圆的家属 安排他们去瑞士探望真人 旅行社表示他们会负责家属来回机票 和7日住宿的开支 去旅游遇到意外当然是大家都不想 但是如果是很多行一旦意外发生了 我们就要正事赔偿的问题 我们记者今天出仰调查过 问过26间旅行社 发觉几乎所有旅行社 除了一些扮国内旅行团的 都没有为旅客购买旅行意外保险 只有中国旅行社说 他们所扮的各种国内旅行团 都有为团圆买平安保险 每人最高的保额是五万五千元 旅行社的人又说 他们不会主动问参加的团圆买不买旅行保险 因为现在竞争剧烈 人客上门光顺着想去旅行 如果报名的时候还问他们 想不想买保险 可能会给他们大得利是的感觉 所以他们是不会主动去问客人 不过如果客人主动问他们 他们可以免费提供 代客买旅行保险的服务 一般来说旅行保险有三种 现在讲讲给大家听听 第一种就是意外保险 这种是保障旅客万一遭受意外 而伤亡的时候得到赔偿 第二种是行李及财物保险 这种是保障行李及财物 在旅途中遗失的时候得到赔偿 第三种就是医疗及疾病的保险 这种是保障旅客在旅途中生病 而招致的损失得到赔偿 三类保险其中是以意外保险的 这个范围和方法是比较特别一些 我们保险公司方面 就不会看谁的责任 造成那个意外 但是我们保险公司就有几条规例 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这些情形底下 引致意外发生的话 我们是不会保的 或者譬如我讲讲最普通的几项 第一点譬如是这个自杀 自杀是没有保的 第二点就是譬如是 做一些比较危险性高的运动 第三点就是譬如他本身 事前已经是有病或者是有问题 向保险公司索偿当然是需要证明 例如是意外死亡 就要出示死亡证 受伤就要出示医生的证明书 一般负责任的公司收到这些证明 投保人或者家属 三日至到一个礼拜内 就可以得到赔偿